所以它裡面有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Walking Channel 可以從這邊進去 進去之後它就可以從這個邊邊這裡出來 那它還可以左右轉 我這樣轉它就可以往右轉 這樣轉它就可以往左轉 所以你如果這樣直直的進去到腎上 假設我要看下面 我就這樣翻 就可以看下面 如果我往上看 我就可以看上面 那如果我往這邊轉 就可以看這邊 這就是軟肢數量環境的好處 那當然如果假設是 針對這種 石頭比較大的病人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它這個 這個Walking Channel 就是這個工作的地方很窄 所以換言之我們雷射的光纖 沒有辦法放太粗的光纖 我們一般會放很細的光纖進去 你用越細的光纖進去 它碎石的功率相對都會比較 沒有這麼理想 跟我們傳統的這種 比較粗的光纖比起來 所以換言之如果太大的石頭 它手術時間要控制在一個小時 其實本來就不太 比較困難 所以這個還是要慎選病人 就是說它的石頭大小是適中 那並且它的解剖結構是這個 鏡子進得去 它也沒有這個問題的話 是可以考慮做這樣的手術 有很多你的死吧 因為你發現它很難以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